探寻世上奇闻,领略不同趣事 说到强力胶,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 因为在很多不同的场景下都有可能会用到强力胶 而它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名字 就是因为粘合作用确实非常强悍 但是我们对强力胶粘合作用的了解 仅仅局限于最终的结果上 究竟要用多大的力量来衡量,谁都不知道 所以老外为了验证强力胶的属性 特意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 之前曾经有人骑摩托车穿过强力胶跑道 还没有看过这场实验的时候 很多人都猜测摩托车穿梭强力胶跑道真的是轻而易举 毕竟摩托车的爆发力很强 但是让人觉得意外的是 当摩托车的轮胎跟强力胶跑道接触的瞬间 居然拉出了很长的胶水丝 就算是家族马力也只能勉强运动 没办法正常行驶 看到这样的结果 老外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选择的车子马力不足 所以这一次又换了皮卡车来测试强力胶的威力 老外先用木棍将一罐强力胶涂在路上 然后开着皮卡车直接压过去 原以为皮卡车可以顺利通过 没想到皮卡车压过强力胶的时候 两者完全粘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 当老外加足马力 皮卡还是纹丝不动 只是原地打转 还拉出了许多强力丝 虽然老外的两项实验 的确验证了强力胶的威力无穷 但是通过最终的结果来看 摩托车和皮卡车的轮胎应该都报废了 怪不得有人感慨 这是一项有钱人才会尝试的游戏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尝试一下呢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 记得关注 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